各位觀眾早安 歡迎收看清明節假期的天氣報告 隨著影響我們的貴雨風緩和 我們今天除了風勢沒有那麼大外 天氣也比較暖快一點 7點多時 各區的氣溫普遍已有20度或以上 至於天色方面 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裡 其實在我們附近仍然在雲層覆蓋住 不過雲層是比較薄、比較鬆散 相信今天晚一點也會很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也很暖 最高的氣溫會有26度 風勢方面會吹微風 在這裡看看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已經是生效 表示今天火災危險性都頗高 大家數目的時候要小心火中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華南沿岸地區會繼續吹著 一些比較輕微的偏南風 天氣的情況和今天來說 沒有什麼大的轉變 仍然都會幾好陽光 而且天氣都比較暖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週末 甚至是下星期初期的時候 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都會比較暖 最高氣溫會在26、27度左右 不過早上的時候 有機會有些薄霧的出現 大家要留意 這支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假期和週末